说文解字第二集 汉字造字采六书的原则 象形指示、会议、形声、转注、假借 本单元为您解释汉字的造字原理 让中华文化远远流长 首先我们来看飘这个字 它的字意是东西掉在液体上 水流水而移动,为之飘 所以飘这个字是水跟飘的组合 它造字的本意是一张飘 掉入水中,水水流而移动,为之 那如果是一张飘掉在地上,随风而移动呢 就用飘这个字 所以飘这个字造字的本意就是一张飘掉在地上 随风而移动,为之 最近韩国语的旋风造成了北飘的这个名词 这是一个衍生用法 比如说高雄人到台北工作称为北飘 那什么叫南飘呢 如果台北人到高雄工作就称南飘 只要你从北方到南方去工作就叫南飘 这是最近衍生的一个新的名词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外飘 台湾有很多人到大陆去工作 这本地人到外地工作 我们也可以称外飘 那像我们如果掉入海中,向外海飘 也叫外飘 向外飘 向外海飘都可以 那如果我们把石头丢到水里 让它在水面弹跳 称打水飘儿 如果一个女孩子的秀法随风飘的话 那这个秀法因风而起 此时只能够用飘而不是飘 因为它是被风吹起来的 所以汉字造字的时候 它会按照不同的场景、情景 而造出不同的字 那我们在使用上就有所区分 那这样您了解飘跟飘的差异了吗 这样解说汉字 希望您会喜欢 请分享给您的朋友 谢谢观赏 谢谢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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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赐 请不吝点赞